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AI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的是由基普 威廉姆斯 Pip Williams 指导才华横溢的扎拉 纽曼 Sora Newman 一人饰演23个角色的新改编德古拉作品 这部剧不仅仅聚焦于吸血鬼的故事 更深入探讨了人们内心的怪物 以及如何否认真实自我 威廉姆斯将此作品 是为他哥特剧场三部曲的完美结尾 以其独特的电影剧场形式 通过日记和信件的叙述方式 展示了角色内心深处的私密世界 纽曼的表演挑战巨大 他在剧中迅速变换角色 展示了他非凡的表演天赋 这部剧探讨了欲望与恐惧之间的张力 并与库尔群体的自我否认问题产生共鸣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一片幽暗的哥特剧场中 基普 威廉姆斯 Pip Williams 终于完成了他备受赞誉的三部曲 这位悉尼剧院公司的艺术总监 早在2020年就开始构思这个计划 并以奥斯卡 王尔德的盗林 格雷的画像为开端 当时 他大胆地让一位演员 承担所有26个角色 这种突破性的表演形式 被他称为电影剧场 Cine Theatre 随着德古拉的公演 这一长达数年的创作历程 终于画上句号 威廉姆斯的电影剧场作品在全国巡演 并横扫了包括悉尼剧院奖和绿房奖在内的多项奖项 不仅如此 这部作品还在伦敦上演 并成功赢得更多奖项 目前预计将于2025年在百老汇巡演 威廉姆斯在2022年推出的改编自《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同样由两位演员完成 探讨了自我分裂的危害 然而 正如威廉姆斯所言 德古拉这部作品的独特性在于他深入探索了内心的怪物 这部由布拉姆 斯托克于1897年创作的《哥特恐怖小说》在威廉姆斯的改编中 由扎拉、纽曼、Sora Newman一人饰演所有23个角色 从迷人的反派德古拉到天真的律师乔纳森、哈克及其未婚妻米娜 甚至包括追踪吸血鬼的范海鑫 纽曼的表演令人惊叹 在两个小时内 他通过假发、服装和非凡的声音变换 让观众目不转睛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挑战一人剧 但这次的挑战前所未有 纽曼说 这次的表演形式要求我放弃对技术元素和其他事情的控制 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在某些时刻 他需要与玉露的自己同步表演 而在其他时候 他则有更多的灵活性 纽曼对扮演德古拉这一经典反派角色充满期待 德古拉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具有重要地位 他的形象象征着进入竞技的领域 这对表演者来说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威廉姆斯则认为 这部剧探讨的是欲望与恐惧之间的张力 这种张力在吸血鬼叙事中反复出现 尤其在库尔群体中有着深刻共鸣 威廉姆斯解释说 德古拉这个角色成为了一种解放的象征 他在与他互动的人中引发了痛苦与狂喜的情感表现 纽曼补充说 吸血鬼传说的另一个迷人元素是永生的概念 这在当前的科技背景下 特别是人工智能方面 有着现实的联系 当威廉姆斯的德古拉在舞台上达到高潮时 另一场戏剧性的战斗正在好莱坞的演员罢工线上展开 南迪尼·巴帕特·南德尼·巴帕特是一位坚韧不拔的演员 他在去年经历了四个月的罢工后 首次获得华纳兄弟制作的工作机会 然而 当他被要求同意创建他的数位复制品时 他依然拒绝了 我感觉整个华纳兄弟都在盯着我 逼我说是 巴帕特告诉滚石杂志 去年7月 演员们走上罢工线 要求公平的报酬 残值增加和人工智慧的保护 经过118天的罢工 和35天的激烈谈判 演员工会 Sag-Afture 终于达成了一项多年期的电视和戏剧合同 允许演员获得更高的最低工资 残值增加 以及对AI复制品的使用 进行同意和补偿 然而 巴帕特的经历表明 现实情况远比协议文本复杂 他回忆说 当他拒绝同意AI条款时 华纳兄弟的一名代表 威胁要让他回家 经过他与经纪人 工会代表和华纳兄弟律师的反复讨论后 最终制片厂同意修改AI合同语言 并补偿他在片场的日子 但这场斗争并非他一人能够承担 与巴帕特有着相似经历的 还有特技演员玛丽 芬克 Maurie Fink 在被要求签署数位复制品创建同意书后 他也毅然拒绝 虽然芬克当天在片场得到了报酬 但他表示 不会因那次工作而获得未来的残职之父 也不会进入他的健康和养老金贡献 这场关于AI技术和数位复制品的争论 并不仅限于影视产业 OpenAI的内部举报者 呼吁美国金融监管机构 调查该公司的保密协议 声称这些合同可能导致员工 因向联邦当局提出公司问题而受到惩罚 这些举报者认为 OpenAI的协议 包含诸如要求员工在联系监管机构之前 需获得许可等限制 这可能违反了SEC规则 人工智能正在迅速且剧烈地改变 我们所知的技术格局 参议员Chuck Grassley表示 并补充说OpenAI的政策和做法 似乎对举报者的发言权产生了寒蝉效应 举报者呼吁 SEC调查OpenAI过去的保密协议 并认为这些协议尤为恶劣 在这一片充满挑战和变革的时代 威廉姆斯的德古拉 和整个哥特电影剧场三部曲 为我们带来了对人性深处的思考 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 这些故事都提醒我们 真实自我和内心的怪物 往往是最难以面对的敌人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吉普·威廉姆斯·K.P. Williams 是一位备受赞誉的悉尼剧院公司 STC艺术总监 他以其创新的电影剧场 Sena Theatre形式著称 在这种形式中 他将现场表演与视频技术相结合 创作出了引人入胜的戏剧体验 威廉姆斯的歌特剧场三部曲包括 道林、格雷的画像、化身博士 和最新的德古拉 这些剧目都致力于探讨不同的心理和社会议题 特别是自我认识和内心矛盾 在这个新改编的德古拉中 威廉姆斯选择由一位女性演员 扎拉、纽曼、塞兰东们 来饰演所有23个角色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也是一种特别的表演形式 纽曼需要在两个小时内 快速变换角色 包括从带有浓重口音的德古拉 到高音的露西 这种多角色表演 不仅考验了演员的技术和适应能力 也给观众带来了深刻的视觉和情感体验 威廉姆斯认为 德古拉谈论的是 内心的怪物 以及人们如何有意无意地否认自己的真实自我 这部作品通过书信体的形式 主要通过日记和信件 来展现角色的内心世界 提供观众极为私密的瞥见 这种形式非常适合电影剧场 因为摄影机和电影技术 可以带观众进入角色的梦境和潜意识中 纽曼对于这一角色的诠释 不仅展示了他的表演才能 也使得观众更加深入地理解了 剧中角色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 他表示 尽管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但他也为能够扮演这个经典反派角色 感到兴奋 德古拉这个角色在文化记忆和故事中一直存在 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力 这正是因为他探讨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渴望和恐惧 这部剧也特别探讨了欲望与恐惧之间的张力 这种张力在吸血鬼叙事中反复出现 特别是对于库尔群体来说更具共鸣 德古拉这个角色象征着一种解放 他在与他互动的人中引发痛苦与狂喜的表情 此外 吸血鬼传说中的永生概念 在当代背景下也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 总之 威廉姆斯的德古拉 不仅是对经典歌特恐怖小说的重新诠释 也是对人类内心深处复杂情感和渴望的深刻探索 这部剧作为威廉姆斯歌特剧场三部曲的中章 不仅在形式上达到了新的高度 也在内容上提供了丰富的心理和社会洞察 纽曼的多角色表演为这一创新形式增添了新的维度 使得整个戏剧体验更加引人入胜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哈哈 楚天书 你这么激动 不就是为了推崇一种老掉牙的表演形式吗 我不否认艺人挑战多角色是一种艺术追求 但你说的好像这就是艺术的巅峰 未免有点夸张 这种形式真的能让观众更好地理解内心的怪物吗 还不如说我们只是看到一个人不停地换装 换声线搞得像是表演魔术 真实的内心世界难道不应该通过更深刻 更精致的剧本来表达吗 这种形式无非是噱头为了卖票而已 谢琪琪 你这样说未免有点过于苛刻了 这可不是什么噱头 而是一种创新的戏剧形式 称之为电影剧场 这种形式结合了现场表演与预录视频 打破了传统剧场的局限 这就好比当年的莎士比亚 他的剧本不仅仅是为了讲故事 更是为了探索人性 而这部《德古拉》通过一人多角的表演 让观众更加直接地感受到 角色的内心挣扎和矛盾 这不正是对人性最真实的探讨吗 再说 这样的表演形式也获得了多项奖项 这说明他的艺术价值的到了业界的认可 楚天说 你这简直是把莎士比亚当成了万能药 用来治疗任何表演形式的质疑 当然 莎士比亚是伟大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形式都能被称为创新 这种电影剧场听起来很酷 但实际上有多少观众能理解其中的深意 来看戏的观众多半是为了娱乐 谁真的会深入思考这些角色的内心挣扎 你说这种形式获奖 是的 但获奖并不等于真正打动人心 你看 像《目光之城》那样的吸血鬼故事 票房高 粉丝多 但他能说是高艺术吗 这部德古拉 究竟是艺术还是噱头 恐怕还得观众来评判 谢奇奇 你这样看问题未免有些狭隘 你说观众来看戏只是为了娱乐 但不要忘了 剧场从来都是一个引发思考和反思的地方 莎士比亚的剧本在当时也是为了娱乐大众 但他们同时也探讨了人性的深层次问题 而德古拉这部作品 通过一人多角的形式 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对角色的心理进行深度挖掘 这不仅是对演员记忆的挑战 也是对观众思维的刺激 正是这种创新的形式 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这些经典角色 从中找到新的意义和启示 楚天书 你的理想主义真是让人佩服 但现实是 观众和大众媒体更关注的是这种形式的新奇 而不是内涵 你可以引用莎士比亚 但这并不能掩盖现实中的问题 事实上 像《目光之城》这种流行文化的产物 反而更接近我们日常的娱乐需求 毕竟 不是谁都能在看剧的同时进行深度心理分析 再说 一个演员演23个角色 看似壮举 但本质上还是表演记忆的炫耀 艺术不应该只是记忆的展示 更应该是情感和思想的交流 所以 这部《德古拉》是卖票的噱头大于真正的艺术创作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好吧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两部 在娱乐圈中独具一格的作品 一部是探讨内心怪物的新版德古拉 另一部是AI技术对演艺圈的冲击 这两者似乎没啥关系 但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对人性和技术的深刻思考 首先 咱们来聊聊基普·威廉姆斯 Kate Williams的《德古拉》 这位大神 直接改编经典小说 邀请扎拉·纽曼 Sora Newman 一人挑起23个角色的重任 这简直是戏霸的巅峰 大家想想 不仅要在短时间内换衣服 还要换声线 简直是一场舞台版的变形金刚 德古拉的故事 并非单纯的吸血鬼吓人 而是探讨了人们内心的怪物 和自我分裂的危害 威廉姆斯把这种内心的挣扎 通过电影与剧场结合的方式 巧妙地表现出来 观众们 不仅看到舞台上的表演 还能通过摄影机的视角 深入角色的梦境 与无意识 这种电影剧场的创新 让观众们有种被吸进剧情里的奇妙体验 接下来 咱们聊聊当下的科技怪兽 AI技术 对演艺圈的冲击 南迪尼·巴帕特 南迪尼·鲍派特 和一群演员 在去年经历了一场 旷日持久的罢工 他们的诉求之一 就是要求 对AI技术的使用 进行保护 这不光是个技术问题 更是关乎 演员生计的大事 巴帕特就遇到了 华纳兄弟要求 创建他的数字复制品 这让他感觉 像被监视一样 被迫说是或者滚蛋 尽管最终工会达成了协议 但对于AI复制品的担忧 依然存在 演员们担心 如果他们的形象和表演 都可以被AI复制 那他们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这让人不禁想起了 黑镜那种恐怖的未来场景 现在来看 这两部作品都试图揭示 现代人类社会中的深层次问题 威廉姆斯通过德古拉 让我们反思内心的黑暗面 而巴帕特等人的抗争 则让我们看到科技 对传统行业的冲击 无论是舞台上的角色分裂 还是现实中的数字复制 这些都揭示了一个问题 我们究竟是谁 如何在快速发展的科技时代中 保留自我 威廉姆斯的三部曲 从道林格雷的画像到化身博士 再到德古拉 每一部都在深入探讨人类内心的纠葛和分裂 最后一部德古拉则通过私人日记和信件的形式 让观众如窥探斯密般 进一步感受角色内心的挣扎 而巴帕特等人的抗争 也让我们意识到技术与人性之间的微妙平衡 AI技术带来了无限可能 但也可能带走了人类的独特性 说到这里 不禁让人感慨 现代社会的每一步前进 都伴随着内心的挣扎和外部的冲击 无论是德古拉中的吸血鬼 还是AI时代的数字复制 我们都在寻找平衡点 这两部作品 无论是艺术上的创新 还是现实中的抗争 都提醒我们 不要忘记内心的真实 哪怕外界变幻莫测 最后 希望大家在欣赏这类作品时 不仅看到表面的娱乐性 更能感受到它们背后的深意 毕竟 艺术和技术的发展 最终都是为了让我们 更好地理解自我与世界 希望这两部作品 能够启发大家 带来更多的思考 好了 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 咱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